今天我的追魂手記會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在節目裡面面對的觀眾求助個案 雖然有不少朋友很喜歡靈異類題材的節目、電影、小說、報導 但是喜歡和刺身在其中的過程完全是兩回事 在節目裡面很受歡迎的觀眾求助個案 除了觀眾歡迎之外,作為工作人員都很開心 因為可以趁家兩邊 一來就是想人幫一下驅邪捉鬼的朋友 叫做有人理睬一下他們 也叫做有人關心他們 二來我們去拍完之後呢 有節目播出 而且還節省水、節省力、節省不值 記得第一中我接觸的個案 其實那時候又開心又緊張 那一個個案是一位中年的女士 她說她被靈體騷擾了好幾年了 曾經找過一些法科的師傅處理 當那些法科師傅在這裡的時候 她一切都很正常的 但是當這些師傅一旦離開 搞她的那隻鬼就會回來 繼續搞她 這些個案本來是碎料來的 但是因為她過一句 我這隻鬼每晚都會出現搞我 而且還強行跟我睡在一起 強行跟她睡在一起 這句話的潛台詞 相信大家都能夠領會到 那在那個時間 我就這樣想 嘩 如果真是這麼猛料 我們又能夠拍到那隻鬼 搞她的片段 如果說爆不爆 通常就是說 接到個案之後呢 我都會隻身前往 跟事主見一下面 聊聊天 其實順便看看她 她的精神狀況會是怎樣的 如果真是接到精神有問題的個案 我們不分青紅做白走去拍攝 做的話 都會幾論盡 而且要負的責任都幾重 那我就去到這位 就是求助者的家 但是呢 我完全沒有想過一點 以那隻鬼 會不會因為見到我之後 轉移目標 每晚都強行跟我睡在一起呢 聽見求助者的時候 其實我是感到有點失望 並不是因為她一點都不漂亮 而是她太正常了 甚至 單憑這個表面和她的言行呢 我發覺她比我更加正常 跟她見面之後 我就很認真地問她 就是問她發生什麼事啊 情況是怎樣啊 很多很多的細節 當然 細節之餘 最重要就是聽她說她的靈異經歷 在幾年前的鬼節 我去了燒街衣之後 就遇上回家 但是回家留下的時間 突然間掛了一陣旋風 將地上面的灰 捲成一條好像小小的龍捲風 看到這種情況 我嚇了一跳 因為聽過《怪談》節目裡 那位笑容滿面的師傅說過 這些是靈體收取祭品時的情況 如果看到 就要馬上轉頭走 雖然那時候 我馬上轉頭走 但是 也忘了她曾經說過 在鬼節期間 最記的是穿紅色或黑色衣服上街 因為 鬼是最喜歡這兩種顏色的 但是那晚 我穿的就是 黑色的外衣 紅色的褲 還有一雙黑色的褲 當然我的頭髮都是黑色的 小姐 你的眉毛都是黑色的 甚至乎你身上的毛 全部都是黑色的 那這些都算不算下去呢 當我回到家之後 本來一切都很正常 但是當我睡覺的時間 突然間聽到耳邊 有一把很恐怖的聲音 她說 她說 她很喜歡我 而且還要帶我一起走 聽著她這樣說 我就發覺 她後面那塊臉 怎麼 好像在那裡抽筋一樣 但是那時候 我以為她只是緊張 那我也沒有放在心裡 那時候我 我很害怕 因為家裡只有今天一個人 而且已經很晚了 我也沒有可能在鬼節期間 半夜三監地走出去街 那我唯有大脾氣的頭 我心裡不停地唸著 那位師傅在節目裡面說 說 遇到遇到鬼的 只要你唸 但是 因為那隻鬼就會消失的了 那我就不停地唸 但是怎麼知道這一唸 我突然間 感覺到 這一管 重量壓著我 而且還聽到 那種很害怕的男人聲 還聽到一些很下流的叫聲 之後 我還感覺到 有一雙手 在我身上 摸來摸去 聽到她這樣說 我立刻把兩隻手 放在她背部 因為現在 這間屋裡面 只有我一個男人 和一個女人 如果萬一 她大叫非禮的時候 我還未出現 這一點也是我去探望她之前 完全沒有想過的 在這一剎那 我心裡 只是感覺到 很重的危機感 當她的手 在我 在我身上 摸來摸去的時候 我竟然 我的身體 不由自著地 在這裡 跟著她的手 有反應 之後我感覺 那個男人 小姐好了 你不要再講下去 你講下去的話 就已經是三級 四級 甚至是五六七八九級 當然 我笑笑嘴地打著她的說話 也沒有把剛才那番話 對她這樣說 如果提醒了她的話 我相信我都幾難離開這間屋 另一方面 我也都留意到 她右面我方面 抽搐的情況 越來越嚴重 甚至乎 可以說得上 是 面容扭曲 同時間 我也都留意到 她對拳頭 越握越緊 且 整個人 都不由自主地在這裡震 那一剎那 雖然我心裡有些害怕 但是我腦 不能夠被我害怕下去 我立刻在這裡想 絕對 不容許 讓她的情況再惡化 萬一 因為她這樣的情況 真的引到那隻男鬼來 那就真的出事了 就當這件個案 跟鬼無關也好 萬一她精神真的出現問題的話 不容許 我不是乃夜中的乃夜 雖然我又這樣想 但是 可惜我又不是宗教人士 更加不是什麼 觸邪觸鬼的大師 只不過是靈異節目裡面 一位小小的資料搜集的人 在那時候我就是這樣想 到底坊間有什麼 即時驅軌而有效的方法呢 啊 尤倫 樹宗子 那些鬼見到宗子就害怕了 不是 對不起 不是樹宗子 應該是夾他的宗子 神不知傳聞說 以下很多法科師傅都說 只要夾鬼上身的人的宗子 那隻鬼就會乖乖地離開 想到這個這麼好的方法 我就立刻意話不說 馬上抓住他的手 用力夾他的宗子 哎呀呀 為何我這麼痛呢 我的手 我夾他的宗子 不是夾我的宗子 原來我在情急之下 用我自己兩隻手指 去夾別人一隻宗子 你說這樣夾法 到底是他痛還是我痛 先生 你做什麼 那求助者很惡然地看著我 我眼靜靜靜地看著他 嗯 原來夾宗子這招 果然使得 我冷靜靜地對他笑一笑 我剛才看到你的情況好像有點不妥 所以我便幫你驅邪趕鬼 誰知求助者聽到之後 蛤 我鬼上身 是 我看著你的臉 變了型的 誰知各位女士聽到我這樣說之後 突然間靜靜地看著我的頭 好像有點害羞 其實 其實最近 我肚瀉 之外突然間發作 因為怕阻礙你做事 所以 我一直忍著肚痛 不過現在沒事了 你老美 原來你肚痛我的心 就是這樣想 為了掩飾這個令我心痛的事實 我回到公司 即是和上級報告 就說 求助者被鬼騷擾的個案 經過現場了解之後 認為 他只是因為經常肚痛 精神大受困擾 而自己想多了 話想出來的事 這件事是沒得做的 為何這個回覆就是 其實這樣也不錯 這一類懷疑被鬼上身的事件 絕對是一個很好的反面教材 我想想想 又是 我們說 去幫觀眾 不用一定要 觀眾真的鬼上身 因為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的第一個鬼上身的個案 就為我揭開了以後外景拍攝之路 而且也看到很多不同的原因 不同的情況 的鬼上身個案 其中 真真假假 和有經驗的人 好像我這樣 其實真的很難分得出 好,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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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OK